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节悄悄的临近咯 你准备好跟我们一起迎接圣诞 庆祝耶稣的诞生了吗 让我们来看看教会有什么活动吧 首先这礼拜就是我们的圣诞合唱比赛 分为礼拜天的社区合唱 以及下礼拜二的儿童合唱 而接下来就是12月17号的儿童圣诞大戏 除了儿童的戏剧 不要忘了还有12月24号至25号的圣诞大戏 一路玩道挂 圣诞节过后最重要的就是与教会一同跨年 一同祷告 而且隔天1月1号就是我们的元旦特别主日 让我们一起在主里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一连串的活动 2017年也有许多的营队 1月23号至1月25号是TopKiss东令营 一起寻找动物体验农场 2月7号到2月9号的冲击挑战营 欢迎国高中生们一起去户外体验 开发且能充实寒假 Coding App 城市设计东令营也开跑咯 分别有初级以及进阶营 让孩子与世界接轨 赢在起跑点 这么多精彩的活动 你绝对不能错过 相关资讯请查联合服务柜台 爸爸妈妈们快帮你的孩子报名 让他们有个充实的寒假 小苹果回家咯 感谢由您一起支持小苹果计划 12月是收成的日子 当您将手上的小苹果带回来 相信就能帮助更多社会里有需要的人 现在起每盒书房和三明堂 将于特定时间回收小苹果 若有任何问题请洽专线 02-2916-1575 让我们为小冬生光计划凝聚更多恩典 把爱传出去 新的一年要到了 2017让我们在树林根基上 追求卓越 追求突破 即日起教会书房信息 全面七折优惠 欢迎弟兄姐妹们来购买 一起建造一个卓越人生 好书推荐 十字架变为十字军 让我们成为合一的军队 改变世界 好好玩静电贴纸系列 圣诞节故事 让您用静电贴纸 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圣诞故事 以上请至每盒书房购买